哈喽大家好 你好 然后刚才我们开车经过一片牧场 就是后面这个牧场 然后看到了有两头大象 觉得很好奇就先下来看一看 是不是泰国家家户户都在养大象 不是大家都养大象 因为大象很贵的 很贵 以前他们养大象为了要他帮他们工作 就是干活 拉那个种的东西 木头什么什么 木头 现在呢 现在应该干活不需要他们了吧 不是了 因为大象也没有那么多了 也在大象也很贵的 那跟水牛比起来大象是贵多少倍了 大概很贵的 很贵比那个水牛或者牛贵的很多 那现在太阔普通的家庭能养能养大象吗 嗯能呀如果有钱就能养 就是自己有钱就可以养 嗯就就买买过来养呢 就好像养 养那个水牛什么什么的 嗯 这里只有两只大象 他们是个家庭吗 应该吧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妈妈 大的 嗯 是妈妈 对 但是最前面的那个是他的 儿子 大象孩子 孩子啊 那边是在盯那个一个棚子 应该是养大象的人住的地方吧 不是他住的地方 是他来看那个大象 他放大象的时候 他就能在那里那个躲太阳 啊 那大象好养吗 还是说就这样把它放在草地里 让他们自己吃草就好了 就不管了 管呀 如果如果你放他是少坏 或者你给他是那个香蕉 嗯 他的带来 然后如果他有病什么什么 你就要就医生来看他呀 就正常你养那个动物 熊物什么的 大象生病也要看医生是吧 生病的呀 嗯 如果他越老 他的那个病也越多 在泰国大象老了以后 他的主人会一直把它养到老 还是就不管了 管呀 肯定管的呀 肯定管 肯定管 这边看到两个老外也很兴奋 接着摩托车过来 应该是路过了 也过来看大象 因为至少在这边看这大象 不用去旅游景点 去必须要买香蕉啊什么的 喂他们才能看 这边是能看 免费的 只要说不能进去 可能会有危险 我们现在也没大 也没香蕉 如果准备了香蕉 可以把他们勾引过来吧 不能乱给啊 不能乱给 因为如果他那个 他生气的那时候 大象生气会很凶吗 你没看过大象生气吗 他生气会怎么样呢 他就恐不住 恐不住自己呀 他就跑了 或者看见什么都伤害呀 所以就不能乱 乱咋他什么的 但是我看这两只性格脾气应该很好吧 就安静的 他一直在那里吃草 你看他吃草 那时候把草拔起来 还甩一甩 把那根基给弄干净 然后再吃 肚子很大 现在今天这些 无聊跑到这里看大象 也挺有意思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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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